台積電不漲了 交棒給洪海 那洪海下一棒要交給誰 俊老師是哪一位 你給我看看 有個大人物的名字 那是我嗎 謝承諺嗎 想太多 你怎麼可能怎麼會是你 不然是哪一位 連發科 大家都忘記他了嗎 為什麼是連發科 因為Google蘋果強強聯手 連發科怎麼會有不長的道理啦 那除了連發科還會帶起什麼樣的效益跟聯誼呢 俊岩老師整理的這份資料非常的完整 大家記得加LINE來索取喔 字幕志祺 股票市場 千奇百怪見怪不怪 大家好我是股怪教授謝承諺 邀请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三点 准时锁定我们台股怪腾的节目 因为每天呢 我都会邀请全台最专业的分析师 这个经过严格的这个考核 才能到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分享 台股的一个投资资讯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掌握到 最精准的一个投资方向 那节目一开始先加我的line好不好 小老鼠GP520 加我的line以后 每天早上你都会收到我的关怀 关爱跟关心 因为会整理这个美股的重要资讯 在盘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让你能够掌握到台股开盘的一个卖动 今天不得了了 哎呀邀请到这一位啊 这个难得这个 在金融市场上能够找到一个 跟我颜值可以PK的 我们陈俊妍分析师 哈喽大家好 初次见面来到这一个节目 对我以为你要讲贵宝弟 我没有那么老 对啊 那个是你的年代 请尊重一下这个主持人 前辈前辈 当然因为现在还在放假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很认真 放假我们还 特别帮各位准备这个节目 那因为我有特别要求这个俊妍老师 因为这次节目来 我相信利用这个假期的期间 大家还认真的在观看我们的节目 或收听我们这个所谈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准备最棒的资料跟大家分享 当然啊 这个时间可以做功课的人 就是要让他有所收获 没错 那因为接下来节后 我相信大家都蛮担心的 会 因为大家都说节后变盘 节后变盘 就算不变也变了 这个很像担心兵变 最后真的会兵变一样 可是呢 俊妍老师一开始就跟我讲 他说未必哦 他说不见得是像大家想的这样哦 那此话怎讲 俊妍老师 哎呀 大家 你是第一次问清明节会不会变盘吗 当然不是啊 我每年都会问啊 对啊 去年你有没有问 去年有没有变盘 去年有没有问我不记得 但是我应该每年都会问 对嘛 所以基本上 去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迹象 就是大家都担心变盘 对 而且有很多疑虑 那个时候行情从底部翻起来 然后大家就涨多了 结果清明节玩之后震荡一下 结果是底部啊 应该是说 有没有变 真的有 但是 但是是打底 打底 哦就是涨多了 稍微有一些压回 大家就下了 结果回头一看 根本就是个底部 那那个打底打了多久 然后后面有没有涨 什么时候涨 涨多少 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 清明节回来震荡 不敢买股票 后面520过后用追的 那个时候 15200点在打底 很多人就说变盘了 毕竟那时候也是高了 因为过 那就是 12000多点涨到15000多 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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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说变盘了 对 结果打底 15200不敢买 对 520过后拉到17300 快2000点 差不多 差不多 你等于说 很吓人 12000到15000 那边3000加起来5000点 很多人以为变盘了 结果它是后面 后面 5000点的终继站 那真的是一个大行情 说实在的 说实在的 所以 刚才具演老师也提醒大家 就是说 按照 之前的例子 大家在讲五穷六绝 七上吊 很多人都问我八呢 我说都上吊了 还有八吗 可是去年完全没有发生 对 所以具演老师你的意思是说 今年有可能复制去年的走势 再来一次 是不是 大概两个原因 我跟他聊一下 因为第一个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美国联准会降息了没 还没 还没 还没降 我们台北股市就攻上2万点了 而且2万点在我们放连续假期之前是10天了 10天 每天都有2万 真的 还没降息就有2万了 是 降息了怎么办 好难想象 还有一个很重要 我不曉得教授有没有观察到 我们在5年前 台商回流台湾的资金 我们政府有管制他不能投资 不能投资房地产 不能投资股市 你知道解禁5年到期 对 8月刚好解禁 刚好教授刚刚提到8 8月 8月 你知道那一个 台商解禁的资金总共多少 多少钱 3000亿 所以 第一种状况嘛 台商也忘了有这笔钱 应该不可能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这笔钱3000亿出来了 你说买房子 该买的他们也买了 而且买房子也没人在用现金的 所以现金拿到手要做什么 哎呦 有趣了 对不对 好 那 这个话就说来两大重点嘛 我们先 把刚才俊老师讲的 第一个就是说他认为 这个有可能复制 去年 那一段行情 即便震荡整理也没关系 520之后 有一个大行情2000点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其实有 两个 这个利多嘛 第一个其实都还没降息 那如果真的降息呢 第二个资金8月又一个大活水进来 3000亿是比我们三月份 00940算什么 他等于两个00940 对啊 等于两个 两个 你说换句话讲简单一句话 你第二季不敢买股票 你可能第三季 帮你拉台的资金进来了 你要用脆头 好 那这样赶快我们 话说回来 如果说 基本上 截后还有很好的一个布局机会的话 这时候 其实我们先从大股 股票来看我们会先想台积电嘛 可是台积电最近停了 红海很强 那 这个是什么样的现象 为什么台积电停了 然后红海变得很强 第一个我们有聊到啦 当整个台北股市的格局 是维持一个多头趋势的状态 而且一直不断有资金活水进驻的状态 那 大股票他铁定是要轮流来做撑盘的 没错 台积电的高点在几月几号 3月8号 3月8号 那一天就是妇女节 这么清楚 可是不好意思 3月8号台积电从来就没有再过新高了 所以红海接棒 自信跑去哪里 红海 红海 等于顺利接棒 对啊 顺利接棒 大股票红海上来接棒了 我们现在反而要问说红海 他从月线起来的涨幅也超过55%了 这很多 说实在 因为牛皮股要他涨停拉一倍 可能有点难 对 他是不是在第二季 做个中继站合理 休息 对 可是我们要想的是说 大股票台积电交棒给红海 红海后面要交棒 又交回去给台积电 这就无聊了 所以 有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 有一档股票 很多人都忘了他的存在 对 我们就来想嘛 红海交 台积电交棒给红海 那红海 你一定要很称职的嘛 就也要是能够撑得起台面的嘛 也能够上得了台面叫得出名字嘛 是不是才能去接那一棒 逻辑是不是这样 没错吧 那我交回去给台积电 蛮合理的 连8个 8个啦 合理喔 8个啦 8个休息多久了 大家你想一下 8个他是我们 1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台北股市往上拉 创新高 1个 1个 他有跟着 那时候股价不到900块 一路拉到接近1300块钱 1275 那也就差不多花 两个多月 两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其实是蛮惊人的 所以后续 我在看 如果红海这一边 停滞了要做第二段攻势的一个中继站的底部 接手的会是联发科 联发科 但是 但话说回来了 就是 每一个上涨都要找到一个理由嘛 台积电有AI 有COAS 先进制程嘛 那红海大家就说 因为他 真的拿到辉达 Gb200的订单嘛 那联发科 有哪里有 对 大家记不记得 大家想一下 接下来有什么力度 手机股 好像 目前还没有 就之前一直讲折叠手机 但是大家好像都忘了一个人 就是酷克 One more thing的酷克 难不成 你要告诉我 苹果接下来有什么惊人之举 跟那个Google联手 对 强强联手 那代表说联发科是不是有理由可以拉 你的意思是说 谷歌 跟 苹果好难想象 两个都是 强者 以前苹果 做手机嘛 Google其实也自己也做手机嘛 可是 吼不起 对 你讲到重点了 Google做手机很奇怪 该有的功能 别的手机都用他的嘛 都用Google的功能嘛 Google可能想说 你们的手机里面用的都是我的东西啊 那我自己来做一只手机一定不一样嘛 结果卖不好 那所以如果跟苹果联手 他会带来什么样的火花 我觉得第二段我们就要请陈俊妍分析师 来跟我们好好讨论 那因为呢 我有特别 拜托这个俊妍老师 就说要整理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料 既然强强联手 后面一定有很多 投资的机会可以讨论 那进入第二段之前 先邀请大家 加俊妍老师的 LINE小老鼠 J178 能撑得起J的 英文字母的除了周杰伦 那应该就是俊妍老师了 对不对 哎呀 哇不得了 哇 不得了 这个梗赞 我喜欢 喜欢 那加俊妍老师的LINE 好不好 J178 那因为等一下第二段回来 我们要去谈的是 强强联手的黑马骨 其实还有刚才有讲红海 红海是不是可以带来我们 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部分 太棒了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第二段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讨论 好欢迎大家回到台股怪谈节目现场 我是古怪教授谢陈彦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撑得起J这个英文字的 陈俊妍分析师 好不好 那因为刚才第一段 就有特别聊到红海 也有聊到接棒的联发科 当然背后最重要的关键 还是 4个字 强强联手 对不对 不是那个 那个 很性感的强强 什么是强强 没事 我们讲的是 苹果跟Google的一个联手 当然背后可能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投资机会 我们就从这个点来切 因为 说实在的 因为 俊宁老师说 其实他也包 这个强强联手的背后 其实也有红海的珍宝 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到底什么意思 想起来了 因为 苹果最大的代工不就是红海吗 那所以 苹果跟 Google联手 红海一定受惠 那从这个部分 我们怎么去探讨接下来的投资方向 好 我们刚刚有聊到手机 对不对 大家记不懂有一档股票叫索罗门 索罗门 大家都聊索罗门 你有做到索罗门吗 哎呀没做到 他从月线标143% 太可怕了 垂心甘 对 而且每天涨停板 你知道红海集团里面 有一档 他其实跟机器人有关 因为索罗门涨就是机器人的题材 是 红海集团里面有一档子公司 他其实是具备了机器人题材 而且他的涨幅 还蛮小的 所以应该是说 如果 因为索罗门是有登上那个 展展展展览的那个 上面他的logo有秀出来 是 对不对 那未来是不是真的 能够发挥 然后订单怎么样 其实也可能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股价就是一个想象 对 但是如果未来 不管你说机器人也好 或是强强联手的议题也好 对红海来讲一定是加分的 那 红海集团里面这个有 富爸爸的加持 威力应该更猛 但是还没涨 我们把这份资料拿出来看好了 这个红海集团 红海集团 这一档股票 我觉得要大家要特别留意 因为这档股票是机器人计划 加上AI手机 双题材 所以是什么意思 它涨幅还 非常的压抑 索罗门都可以标143%了 对 我想问的是说 机器人加AI手机 是用AI手机去控制机器人 双题材 第二季的行情说穿了 谁 题材多 谁就有机会 受到法人资金的青睐 这个漂亮 所以尤其是你在底部翻涨 机器够低的话 因为红海他已经涨幅 超过55%了 对 那集团子公司如果有双题材力多加持 他的涨幅怎么可能会低于55% 一定会被带动上来 红海这55%的涨幅 中间有没有涨停板 没有 没有啊 没有任何一根涨停板 投资人会觉得 所以红海我可不可以买 如果他的子公司比红海更容易出现涨停板 因为股本比较小 对 没有错 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节目为了上 教授这个节目 特别帮大家整理出来 中阳光他就是我们在放假之前 就直接先拉涨停 这份资料厉害 因为我是跟那个俊宁老师说 你不要去找那个 呃就是会涨的给我看 你要找那个未来会涨 就不要找已经涨的给我看 所以要找未来会涨 当然 资料不可能三秒钟就伸出来 是啊 那俊宁老师就说 那你要给我几天的时间 我要去survey 我带过来之前他就给我拉涨停了 结果没想到在我们 今天录影之前 就是最后 节前的封关 他既然就拉上来 那这一档有什么样的特色 我觉得也是让大家认识一下 一个很重要的 今年其实大家要去留意 很多都是产业基期 从谷底翻升 那或者公司的营运是从亏损 然后开始做成长 今年是完完全全成长的 就是转机股 转机股很重要 那中阳光其实他红海集团里面 很重要一档转机股 转机啊 对 那他是接到什么单 美国的两大车厂的订单 那最重要是他去年亏损 一月才开始成长 你看看下几月 4月初而已 一月开始成长 股价都开始 两根涨停板 所以等于是说 市场其实很多人 可能都还没有关注到 当然在我们 放假之前 其实 已经开始蠢动了 不过 俊阳老师厉害了 就马上先帮大家 把他抓住 这份资料最重要 我们帮大家在技术面这一边 有抓出来 打底的那一个关键的价位 因为 其实投资是这样 如果你说 已经涨多了去追 坦白讲 心里面也是忐忑 那如果说他已经把底部打出来 但是 准备要发动 还没发动 这时候进去那种 感觉只有两个字 爽快 爽跟快 那另外 其实因为这一次 俊阳老师准备了 五档 除了中阳光 还有刚才讲到 鸿海的子公司 那另外 还有底部的 另外几个 包括 有没有特别 我们可以值得去关注的 有一档鸿海集团的股票 他现在还在打底 最重要这一档股票是 本土内支 是已经先 抢在底部先吃货了 他是在 等你外资 进来做加码的动作 内支指的是投信 本土自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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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资金也是蛮猛 而且 你看 唯一历练过三大法人 是不是就我 自营商其实 股票操作起来也是 毫不流行 最重要的是一个转机的状态 去年第四季他的库存 调整到一个段落 然后最重要是今年 他的营收渴望是年增超过20% 我问一下去年老师 有这样的一个利基在 就说一般我们在讲库存 其实 为什么他这个第四季库存调整 告一个段落 是一个很好的利多 通常 你到一个告一个段落之后 他的产业或者是他的那个 报价要开始往上升了 请问一下原本的库存会不会变黄金 应该 就说 原本库存很多很麻烦 因为没有订单 但是你现在说他库存已经 调到 告一个段落了 调整顺利了 那接下来如果 营运整个上 你说营收 整个暴增上了 20% 那库存 快速的 消化掉 原本的库存也变成一个非常好的 应该是说一个营运上面的利多了 最重要的是本土自营商他先在底部吃货 我等你外资进来拉 这一波本土自营商操作是非常凶狠的 尤其是大家再去看三月份 蹭00939跟00940 先到货的是本土自营商 外资在后面才出手 到货给那个投信 等于是说这一波00940 这个自营商吃豆腐就很精准 很精准 所以我们特别会再去帮大家 应该要补涨的股票 又是红海集团的部分 自营商先吃货的 先把他抓出来 那其他 有没有像本土投信有索码的呢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 手机股的部分 除了联发科之外 其他当然AI的手机 如果可以做一个带动的话 本土自营商现在确实是 跟投信 有双支索码 有其中一样的股票 刚才那个是自营索码 然后这个是两个联手索码 真的符合你的强强联手 所以我在选股票 特别去针对整个 在这个时间点 大家忽略的 尤其是说后面有一个利多加持 因为我们很 要跟大家去强调 接下来如果大股票是联发科来做接棒 对 那涨的一定就是跟联发科延伸出去 手机相关族群的 偏偏手机相关族群的涨幅是相对落后 这种感觉就是 有一个大明星在那边 那我们其他再怎样美光灯怎么样也会拍到我们 对不对 那另外 因为如果是 苹果 跟Google联手的话 那有没有可能 海外的部分 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关注的 当然 我有特别去留意到一档的股票 那这档股票它是在近期是蛮积极在扩充海外的产能的 那最重要的是今年 它原本去年是没有赚钱的 那今年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题材包好了整个利多的需求回温 让它今年可以就是说渴望回到原本每股获利 超过一个股本 所以这家公司 涨幅落后的我觉得第二季的行情 最需要去关注就是像这样的股票 我有没有听错我再问一次你刚才说去年没有获利 对 今年一个股本是10块钱 从0变10块 那这样是成长多少好难算 说穿了 基期够低的话 你只要一成长股价的反应通常都会比较夸张 哇那这就是股票市场做梦题材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你看这次居然老师来 整理的这份资料非常的完整 包含鸿海珍宝 包含强强联手去带动的 有自营商索码有投信自营商索码的 然后海外扩产那个 转机太强了 那实际上 其中一档这个中阳光 在 放假之前 就已经先发动了 那其他在底部的 我觉得这份资料 整理的这么完整 有可能跟我们 的粉丝分享吗 当然加我的lion 小老鼠 z178 好你只要留言 52178 让我看到 这个是 台股怪团 就是我们台股怪团的粉丝 哇塞 这么大方 太棒了 300个人 哇塞好 那因为呢 这个资料呢 俊宁老师花了 因为我 我其实跟俊宁老师很熟 他每天说 Ru你的影 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准备 以后不来了 我说不要这样 对不对 你 那个 教授非常吹毛求疵 对 我每天就 我第一次来 总是要 拿毛笔在那边吹 吹毛求� 不是 那当然因为 俊宁老师你说 第一次来嘛 对 一定要表现这个诚意 然后把这个资料整理的很完整 我们把这份资料 跟我们节目的粉丝分享 好不好 加俊宁老师的LINE 小老鼠 J178 留言是留52178 对没错 52178 代表你是台股怪团的观众 这个 这个很 很吉利嘛 对不对 52178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 我想这份资料 大家 在放假期间拿了 好好的一个研究一下 对大家 接下来 节后的投资会很有帮助 OK 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边 也谢谢大家 我们 节后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